中国近代史上有很多人在生前就被人们用他们的故乡来称呼 比如李鸿章被称为李合肥 袁向成指的是袁世凯 张俭也被称为张南通 不过和他们不一样的是张俭大半身都致力于故乡的建设 且陈旧斐然 有人看过1920年代国外出版的世界地图 当时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示 却标出了南通一个弹弯之地 此时已经进入了世界的视野 1925年7月的一天 73岁的张俭为自己写下了一幅对联 即此促完一生事 毁须申办武山林 就在几天前 张俭经营了26年的大盛沙场 因为资不抵债 而被银行团接管 他成了名义上的董事长 他在南通星办的其他企业 也走入绝境 此时的张俭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嘱咐儿子将来要把这幅对联 刻在自己的墓前 一年后张俭因为伤寒症去世 十万南通人走上街头 为他送信 我祖父去世 我们小孩子都是走开走开 别别好像大人的事情 别在那天天麻烦 所以我就在那个旁边那个门 就看着 就觉得爷爷是做了很多的事情的人 是个好人怎么会死呢 怎么就会死了呢 张俭是大清的状元 却选择了经商 他是文明海内的实业家 下葬时却只穿一袭不一 革命领袖孙中山 凯探自己空芒了一生 羡慕张俭做出了实在的成绩 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 称赞他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尊 半实业养活了数十万人 影响遍及全国 上海的英文报纸 也说张俭建设的南通 是人间天堂 而张俭自己却哀叹 不幸而生中国 不幸而生于金之时代 唐太宗开科取士时 曾经自诩天下英雄 净入无构已 此后一千五百多年里 中国先后有七百多个状元 众状元入仕途 一直是中国读书人最向往的人生轨迹 但1894年 天下大魁的张俭 却选择了办工厂 对他来说 众状元是一段痛苦经历的结束 和另一段痛苦人生的开始 在后世的史家门看来 一位文魁下海经商 更像是唯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 1894年夏日一天 北京的雨下得很大 数百名官员 跪在过西的雨水里 等着慈禧皇太后回宫 一个多月前 刚刚成为这一年恩科状元的张俭 也在其中 但此时 这位42岁的老状元 内心深处泛起的 是一丝悲凉 大雨旁的所有的文物百官 都跪在地上迎接 那些帽子上的那个红鹰 因为下大雨 留下的洪水 都把下面的地都卵红了 然后慈禧的仪仗队过来的时候 说慈禧坐在那个轿子里面 就两个眼睛看在前面 赤若无物就百官跪在地上 然后其中有一些七八十岁的人 已经跪不住了 瘫在那了 他很多年后他回忆说 他说 这一刻的时候 我的科举幻想 回于旦夕 所以他就感觉 做官似乎就是做奴才 他对这个做官产生了一个怀疑 张简本是江苏南通 一户农家的子弟 因为祖上三代都没有读书人 按照清廷的规定 这属于冷级 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老师帮他向另一户人家借急 这才走进了考场 此后张简十多次参加考试 每一次都名落孙山 光是坐在考场里的时间 就超过了一百二十天 二十六年间 一个窦寇少年 已经步入了不惑之面 张简曾经有一段时间 是跟着怀军将领吴长庆 到了朝鲜 实际上他在朝鲜写的很多奏章 上的书 已经使得当时朝廷里面的某一派 比如像翁同鹤这样的一些 支持光绪的这些 已经是很欣赏了 所以就想把他拔笛上来 但是弄了几次 都把卷子给拆错了 所以他就是阴差阳错 一直到1894年 这个翁同鹤坐在那 看见他交到卷子上来以后 然后就马上就是让 让这个搜捐官直接交到他的手里来 这样没有弄错 所以这样最终 把他学为重元 1894年4月24日 42岁的张俭 终于中了状 但这份喜悦 甚至没有持续到这一天的晚上 就在这一天 他在日记中说 自己本无中骨之心 九卷封臣之下 就在张俭成为状元三个月以后 1894年7月 日本人在黄海不宣而战 北洋水势惨淡 张俭立即弹劾北洋大臣李鸿章 认为他消极避战 但他的奏章 却如同泥牛若寒 几天后 失落的张俭在拜见自己的老师 翁童和时说 国家现在危在旦夕 我不能救国家于水火 只想回老家 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翁童和告诉他 即便回家 也做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不如静观其变 最终劝阻了张俭 辞官的念头 然而两个月以后 1894年9月 张俭的父亲病故 按照清廷惯例 他要回家叮忧 刚刚天下大魁 不到四个月的状元张俭 终于下定决心 离开了中国的政治中心 第二年1895年4月17日 北洋大臣李鸿章 在马关条约上签字 甲午战争 已耻辱结束 在家定优的张俭 将马关条约 抄在了自己的日记里 其中日本人可以在中国建设工厂 尤其让张俭感到威愤 他说 割地赔款如同身受重伤 但通伤 却是饮震之渴 独在腹中 而今世界 经济之潮流 喷涌而至 不能视而不见 因此 非商战 不可以救 此时 距离英国人发明蒸汽纺织机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 但诺大的中国 却只有不到十家机器纺织厂 其中民营的 只有一家 中国用于纺织品的银两 接近一亿海关量 这几乎是清政府 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 1897年 张俭定忧三年的假期已满 汉林院接连三封电报 要他回京复职 但张俭却始终借骨推脱 在给一位好友的信中 张俭说 自己愿成一分一毫 有用之事 也不愿去 八命九命 可耻之惯 江苏南通港闸镇 一百多年以前 张俭就是在这里 办起了大声沙场 当时呢 老先生设定叫一城三镇 我们这个唐杂镇主要是以工业为基地 那么为什么选择这个地子呢 因为这里有一个通洋运河 当年我们的落路交通不发达 主要靠水运 所以这条运河给它的原料的进场和产品的出场 带来很大的便利 如今在南通 人们依然可以轻易地找到张俭的塑像 如果不是他在一百多年前 选择了这座城市作为他实业救国的起点 也许南通不会进入历史 1896年 张俭选定了南通城郊的一块地作为厂职 并和沈静夫等五位老友 一起公布了大声沙场几股张城 准备公开召集六千股 每股一百两 两家总督张之洞 小办纺织厂一直没办起来 所以他就看中了张俭 那张俭在南通 办一家仿制企业 那么张建当时也有过犹豫 但是最终接受了 他想为读书人争口气 他自己说 所以他把自己经商称为叫蛇身卫虎 就是说他是有巨大的牺牲的 状元经商 果然争议四起 被人们传为笑谈 有一次南通三百位秀才 还一起羞辱张建 说他是如临异类 为了半场所需的六十万资金 张建到南通和上海两地 跑了两个多月 也几乎是颗粒无收 找他自己后来给股东说的 那是几次使他 都想退出 甚至到了这个想自杀的程度 他这个在上海啊 在最困难的时候 徘徊于黎城桥 电灯光下 来回走 觉得走投无路 因为这个事情已经上马了 开工没有回头去 已经在建了 但是钱 原来答应的这个 有些人愿意入股的 资金不来 有个次 他把钱都用完了 他都回不了南通 然后他只好到马上就卖资 就卖资赚点钱 然后好多才回到南通 然后他一开始的钱里面 甚至有一些是弹骨都有 就几十块钱 然后有些和尚的钱 泥骨的钱 他也要 有的人是看面子 挨不过去 他就撞了 给他入点骨算 但是入这个骨 意思就是白骨 面子摸不过去 我不指望你给我一包 有点这种味道在里面 1897年 忙碌了两年的张浅 只筹到了八万两资金 还不到预期的五分之一 混沌之中 他找到了南洋大臣刘坤 希望南洋纺织局 能够给大声一些支持 五生平不五之人 跟这些人打交道 原来我从来不跟这些人 说生平不说之话 夜里面折磨自己内心 皱缠而夜天 白天也感到很惭愧 也是夜里睡不着觉 很难过 所以他折磨到那种程度 1897年8月 南洋纺织局 以纺沙设备 坐价25万两 作为棺骨 筹办了两年的大声 终于有了生产设备 有了政府的支持 张浅又用了两年 才筹集到了不到20万商骨 但是买地皮建厂房 就已经花去了19万 几乎没有流动资本 就收棉花的钱没有 那么就是靠这个大声商 其他几个创办人 特别是其中有一个 就是叫沈君夫 他是可以那个布庄的 靠他的面子 家里的这个自己的钱 来垫出来买棉花 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 就是说 你就将就现在这点棉花 把这点棉花放成沙 把这个沙拿出去卖 卖的钱再卖棉花 然后再放成沙 再卖就根徐自赚 采用这种办法 破釜沉舟 最后一招起 1899年5月 筹备了44个月的大声沙场 终于开机了 借助自己状元的名号 张浅为大声的沙布 取名奎兴牌 他的老师温同和 也为他写来了对联 书籍之发 洞乎天地 一批所及 便我动难 由于大声沙场得到了政府价值25万两的设备 这在大声的创建资金中超过了50% 因此大声是什么性质的企业 称了一个难题 张俭坚持沙场是申领商办 而不是官商合办 这样一来 沙场每年只需向清政府交纳官吏 而政府无权干涉大声的厂务 大声的经营权 也一直掌握在张俭等几位民间股东的手中 让所有的人都有些意外的是 大声沙场开机的第一年 就盈利了七万多两百银 张俭坚他们这个机器仿沙 中国自己办的 开始新办了以后 它等于是本土生产出来的 本土仿制出来的几沙 省了运费 所以它相对来说 成本还可以比进口的洋沙 它有竞争力 然后本地有大量的熟练工人 因为这个地方世世代代有仿上支布的传统 很多女性都是放脚的 不踩小脚 能够白贴站着干活 所以有很多的优势是 是它的企业大声企业 就不要去开拓外地市场 光是一个男通市场 就让它能够非常发达繁荣了 张俭坚的这个大声厂利润非常高的 它就放这个成功以后 一直到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 它最高的时候 它的利润率是百分之一百多 就是一年赚的钱 就是把它全部资本还要多 凭借大声的成功 张俭又迅速开办了两间分厂 产品的商标依然和魁星有关 除此之外 他还开办了给沙场种植棉花的肯木公司 利用棉花下饺料榨油的广生油厂 为大声运输原料和产品的运输公司 所以是这样延伸出来 整个的产业就是一个产业链的概念 在那个时候 它眼光是很先进的 当然有很多企业都亏吧 完全靠大声的利润来压的 它叫我本小师大 就我的本钱很小 我涉及的很大 然后风暴一来它扛不住 但本小师大有的时候 你知道它就会一波石 它就能够做得很大 大声沙场开启的第四年 1903年4月27日 张检穿上了许久没有穿的 汉林院修转官服 他心情很好 这一天筹备了一年多的 南通师范学校开学了 这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 学校聘请的老师中 就有后来的国学大师王国为 开学前的那个晚上 他还拿着一个锤子 在每一个学生宿舍的门口 去订那个牌子 就是挂 不是订那个名字牌吗 他还亲自跟一个校 校工一起 张检为开学典礼撰写了致词 他说实业是母亲 乃强国之本 教育则是父亲 为实业提供人才 因此想强国要先办教育 而想要教育发达 必须先办师范学校 他还亲自为南通师范学校 写了校歌 其中 明智熙国劳一句 要求反复唱三遍 南通师范学校的旧旨 原来是几乎废弃的千佛寺 破土动工的时候 工人们怕得罪神明都不敢下手 才寺庙盖学校 在当地也争议四起 最后张检亲自拉倒了一尊神像 并说实不从古 不过二十年以后 他又盖了一座寺庙 还想培训和尚 朋友问他为什么出尔反尔 张检说 现在道德沦丧 人的贪欲日胜一日 教育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 推广一些佛家的诚信 和善恶相报 是有必要的 我们看到这个房子 就是张检先生 在我们南通城的第一所私人住宅 叫做豪南别业 这个别业是别墅的一种雅称 这个房子呢 它是一个中心合璧式的 是被载入到中国建筑室当中的 接下来呢 就我们一起到楼上去参观 来我们这边走 张检故居 如今是南通博物院 1922年5月25日 豪南别业彩灯高悬 应可如云 这一天 大声集团董事长张检 迎来了自己的七十大寿 我爷爷那个七十岁是很热闹的 那时候不是梅兰芳又来了吗 欧阳雨倩 唱了好几天呢 那每天的戏都要改变了 经济都改变了 就在张检大寿的第二天 老友刘厚生在闲聊时对张检说 大声去年年底分红时 给股东的股息居然高达百分之五十 这实在害人听闻 因为欧美各国企业的股息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三 上海无锡等地也不超过百分之十 而南通人却以多分股息为荣 这是违背经济学原则的 但张检却没有重视刘厚生的劝告 几天后张检听到了一个让他开心的消息 北京和上海的报纸举办了一项 关于成功人物的名义测验 张检以最高票当选最受敬仰的人物 南通也已经是全国文明的模范线 张检的企业吸收了这座城市几乎所有的劳动力 这里还建起了女子师范学校 俱乐部 育婴堂 养老院 聋雅学校 甚至还有教戏剧的零工学社 前来南通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有人称赞说 全国无论如何顶沸 而南通自养其兵 自教育其子弟 发挥其实业 张检也准备在1922年 举行南通地方自治25周年的报告会 只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而作罢 他希望通过一个企业 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用他的话说叫建设一个新兴世界 其次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现代的史外桃源 这一个混乱的年代 可以建立起一方净土 然而大寿的喜庆还未散尽 不好的消息却接踵而至 1922年7月 大声一厂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催款通知 大声一厂已经亏损了40多万两白银 负债超过了400万 大声开机23年以来 这还是第一次 三天以后 在股东们的要求下 大声沙场紧急召开股东会议 股东们认为没有利可图 那当然怨言士气 原来有利可图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任何话 都是分钱而已 那么一代出现问题的时候 就是说 就是各种各样的反应都有 就联名性 什么这个职责 开会的时候就闹 他赚的钱绝大部分都分掉 正确的你至少要留 按百分之多少留 留这个公积金 扩大再生产 同时你还要留折旧 你这个企业基建这些折旧 真正的这个 有眼光的这个实业家 或者是什么 他应该是在企业发展的 好的时候 反而可以多留一点 发展的不太好的时候 还少保持这个 这个一定的比例发 以后发展后进也有 他这个东西 把后进的这块都分掉了 会间一位来自上海的股东 指责说 大生赚来的钱 用来办分厂 本来无可厚非 但是买地必买五百亩 建厂房必花九十万 这样只讲规模 不计较产出 怎么和同业竞争 用在肯木公司上的钱 也超过了两千万 但其中只有一家盈利 就是这些不着编辑的肯木公司 拖垮了大生 但张建认为自己也非常委屈 我把你这个企业底盘 做得这么大 蛋糕做得这么大 你们这份些年分道的钱 红利 已经远远超过你们的投入 那回报已经够大了 我现在就把企业做砸了 也不亏欠你们 张建的这个企业 他投在这个纺织 和纺织以外的实业上的钱 甚至包括城市建设的钱 大量的 所以他已经向银行借了很多钱 1922年10月 张建用大生一场价值500万的固定资产 做抵押 借款70万 条件十分苛刻 第二年 他又以大生二厂做抵押 先后借款100多万两 尽管这些钱 让大生暂时度过了难关 但沙场的经营却始终没有起色 1922年以后 主要是中国自己的纺织厂 这个时候已经大量的出现 出现了一大批 自己竞争很厉害了 再加上日本过来的纺织厂 也来了很多 还有英国的 那么因为在一战期间 欧美国家无邪东顾 所以我们得以喘息 利润很高 然后一旦一战打完以后 全球化的竞争 商业竞争又开始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又要面对到 欧美和日本共同的一个竞争 对 1925年 大生沙场已经债态高筑 无力偿还 这一年7月 上海商业银行等 数家银行和钱庄 以债权人身份 全面接管了大生各场 张简成了名义上的董事长 当走出这间 他操办了26年的企业时 古兮之年的张简 无奈地说 我当初办这个沙场 不只是为赚钱 教育 公益 慈善 都在考虑之中 当初 大生盛世 人人都说好 这两年没发利息 则谣言分歧 说南通没有一个好人 这是众口硕金 1926年夏天 在一个不眠之夜 张简写下了一首诗 太平在何时 今年待明年 呜呼 覆巢之下无完卵 野老撒泪 江风浅 对于此时的张简来说 也许只有眼前 这个已经初具规模的南通城 才可以给他带来一丝骄傲 从一早期开始 你看他办企业来 他说他是蛇身为虎 其实他是没有 不以赚钱为目的 那么中期生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 他其实没有给自己家族 留下很多的钱 张简家族 其实没有留下很多的钱 他大量的钱 其实都花在了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是 花在了南通 他通过把南通 做成一个 现近代化的一个 模范城市 来影响其他地方 事实上 他也影响了很多人 很多企业家 就逼他后来比较晚的 荣家的兄弟 比如说木偶出 这些范旭东 卢作福 都是受他影响 都是受张简影响 有人称他为现代化之父 就是说 从某种意义上 也可以这么说 1926年7月 直到他去世前十几天 张简还去勘测了 长江大地 也正是这次勘测 让他染上了伤寒 不致身亡 法国学者白基尔 在他的名著 中国资产阶级的 黄金时代中说 与西方十七世纪的 新教徒企业家不同 二十世纪中国的企业家 把自己的成功 看作是拯救国家命运的 希望之举 因为中国的现代化 不是资本主义 萌芽自发发展的结果 而是在外部压力之下 有一部分开明人士 追求强国的结果 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和企业家的形成 走了一条 与国外完全不同的路子 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从这一点来看 张简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失败 和作为一个英雄的伟大 是同样成立的 感谢收看 今天的凤凰大视野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 陈佛回望中国民族企业家之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中国电信天翼特约之 同飞中国 建国六十年济世